好 风怎么这么大 吹得乱七八糟的 怎么啦 老板 走 陪我们买个牛奶 好 你好 欢迎光临 你怎么这么仔细干什么 很多人抢不到外卖红包 就舍不得点外卖 我呢 再降一个来往 五块钱东西我都要想一想 欢迎来到穷人的世界 老板 我在便利店打过空 店长一般都会把 快过期的食物放在前面 所以你拿后面的 会新鲜一点 即便快过期了 也需要被买走不是吗 明明是个心里很暖的人 干嘛总板着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姜晓宁 晨晨 你怎么在这儿啊 之前一起打工那家店 不是倒闭了吗 然后我就被调到这里了 你 最近怎么样 我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在建筑设计公司 真的厉害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咱一起吃个饭 好啊 等我休息再说吧 行 等会儿啊 这两个我送你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记得吃饭啊 好 收人啊 嗯 大学一个戏的 一个戏的 我们学校工人的帅哥 好多学没找他拍照呢 就是为了发微博 发朋友圈的炫耀 就是他 走吧老板 我们学校工人的帅哥 好多学没找他拍照呢 就是为了发微博 发朋友圈 炫耀 吃 老板 你尝尝这个米古小站的 樱桃眉眉 超级正经 我从来不喝这种 没营养的东西 这个果汁茶 是真茶真果汁 果汁呢可以补充维生素 茶还可以让人减肥 你尝尝吗 这都是女孩子喝的东西 我只喝牛奶喝水 老板 好喝的东西 会让人心情变好 说不定这个 比牛奶喝水口感好呢 你尝尝嘛 咱们跑这么大老远来 不就是喂他吗 就一口 就这个东西啊 你尝尝 怎么样 就那样吧 是吗 那你还给我 不过你还给我 你 你不是不好 不 不 老板 喝得没有心情变好 别说了 是不是很好